如果问昆明人滇池最美的地方在哪里 很多人都会回答 在环湖南路上 这里是玄油轨迹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被昆明市民誉为最美的环湖公路 这儿的地形很特殊 因为旁边呢 是一座山 然后这边呢 就是尔海 有点半山半海的感觉 找个地方停一下车 然后去看一下 环湖南路 这条公路全长11.783公里 起于晋宁区太史村 止于高海高速终点 这段公路将湿地风景 自然风光和传统渔村连珠串起 让来这儿的人能沿路欣赏所有的风景 在滇池南岸的临水景观路上 由于靠近滇池一侧桥面 比靠路一侧桥面平均低1.2米 这也使得无论在哪个车道 都能无障碍心上 滇池美景 不仅如此 这条双向车道还设计了骑行道和慢行步道 可以让游客任意驻足拍摄 滇水景观 我们本来在拍照片 结果那边又下雨 其实现在吹着风 凉凉的还挺舒服 走完滇池的环湖南路 我们也即将离开昆明 前往玉西了 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昆明了 要到玉西了 其实呢 在昆明带这一天 真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昆明真的是一个 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因为它海拔在1900到2000左右 这个高度 夏天也是很凉快的 而且因为它纬度比较低 冬天又有电池 所以它其实冬天也不会太冷 所以我觉得真的 养老来这里是非常合适的 平时住这里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